左向世界 亲自首秀上您的英文名字 收下中亚特色礼物 赖清德笑得很开心 现场戏分相当温馨 而大选期间 赖清德提出许多证件 其中就包含青年海外百亿圆梦基金 他与诺惠对线竞选支票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走出国门 然后多多增广见闻 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当然这笔基金 是双向的 也欢迎海外的孩子 学生能够来到台湾来 多了解台湾 不只要让台湾青年走向世界 也希望国际青年 能够走进台湾 而赖清德也要在 现在的社会安全网上 持续扩大社福工作 在既有的社会安全网的基础之上 持续深化 我们虽然出生自贫困的家庭 但是我们并不孤单 这个社会永远会做大家的后盾 带兴德以自己出身 矿工家庭为例 强调更能体会弱势者辛苦 未来上任之后 将持续推动公益台湾 照顾弱势